2022年1月11日英语新闻报 记者张延松大甲报道 刘琼雅女士从民国83年一开始创会 就加入社团法人台中市联心自强服务协会 在接受英语新闻报采访时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疫情严峻这两年来 联心也特别辛苦 目前会员约有370多位 正在服务的有45位 学生年龄从18到65岁都有 每个月之初要80万以上 因为疫情捐款少了7成左右 透过全球商联会8日在台中市乌日高铁站旁 所举行的热心公益慈善音乐会 即百业博览会 联心自强服务协会也准备了太阳饼 肉粽油饭香菇等产品 在现场进行爱心意卖 汤妮晨老师深深感触行善罪乐 希望透过英语新闻报独家报道 将位于台中市大甲区和平路266号 联心自强服务协会介绍给大家 同时对刘琼雅女士26年来 无私的奉献真的感到敬佩 联心目前所推动的食用商品多元化 全省冷冻宅配交际 有蜜月鸡腿礼盒250元 蜜月红蛋礼盒185元 健康油饭餐盒80元 粽子点心盒80元 联心天使肉粽40元 养生黑糯米粽粽40元等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主动联络 热情订购 服务电话042-680-5843 刘琼雅女士 女士对这次全球商联会所主办的爱心活动 透过企业善心人士的赞助 免费提供展览摊位 让联心能走出大甲 面对社会大众 让更多的人了解联心 认识联心 并且支持联心 内心充满感恩 台湾媒体记者大都喜欢报道新山色 等无异于社会风气转移的新闻 不免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这则联心自强服务协会的独家报道 希望大家分享传阅 让在疫情期间 严寒的冬天 也能够产生一股暖流